去吧 昨天你离爷爷家的孙子 说是会背三字经了 前天 你王爷爷家的孩子 说是会打酱油了 这大前天 老头 你故意的 我的宝贝孙女 孙女婿啊 你们两个成亲 也有些时日了 是不是 该要个小孩了 爷爷 生孩子这个事 灵溪太遭罪了 什么时候他愿意生 我们就什么时候 要孩子 在这件事上 我们就听他的意见 老头 看见没 我的人 听我的 好好好 你们小两口啊 商量好就行了 我这当爷爷的 就不说什么了 只不过爷爷现在 父贤在家 闲得无聊 只要一看到 别人家孙子呀 我就想抱一抱啊 摸一摸呀 老头 你这催生都催出花样来了 清末都说了 听我的 您呀 就好好在家 过几日清闲日子 说不定哪天我心情好 给您生一窝虫孙子 让您顾得了这个 顾不了那个 那感情好啊 生得越多 爷爷我越高兴 我必须顾得过来啊 你输喽 老头 你作弊啊 老头 请 поп开 她 是 老頭 老头 呀 不要 吃 生 生 还是 生 天 娘子 你还想修我吗 看你表现 那我可得好好表现表现 让你这辈子都不动修我的念头 那是自然 娘子 娘子 还来啊 怎么 怕了 不能够啊 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 快坐快坐 快坐 别提了 娘子非要给我买衣服 这一路累死我了 您平时早上起来不是挺精神的吗 怎么逛个街就不行了 公子 我现在就去找大夫 给您开点药挑离身子 哈哈哈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